糖尿病其中一個病徵就是高血糖 需要透過藥物和胰島素穩定血糖 不過有些患者竟然出現低血糖 甚至對生命構成威脅 這個話題今天我們請來 就是內分泌及糖尿科專科醫生 陳樂醫生和我們一起講解一下 你好, 你好 歡迎陳醫生 大家好 其實怎樣去界定低血糖呢 低血糖就是當我們抽胸肚血糖的時候 胸肚八小時, 血糖是低於4毫升 那就叫做低血糖 正常人的血糖維持在4至7的水平 視乎你是掐前還是掐後 通常當血糖低於4 就出現低血糖的病徵 為什麼會出現低血糖的情況呢 其實低血糖可以分開兩部分說 一部分就是糖尿病患者 一部分就是一些沒有糖尿的 正常健康的人士 當你沒有糖尿病而出現低血糖 就很多時候是因為禁食的時間太久 通常禁食, 我們的肝都會放一些糖出來 但當你的肝的儲藏不足的時候 長期營養不足的情況下 再加上一些酒精的影響 長期禁食就容易出現低血糖 另外就是有一些比較不常見的疾病 像胰島素腫瘤 通常都是良性的 這類型的疾病會放出一些胰島素 來降血糖 這是一個非常少見的情況 這些不是糖尿病患者的出現 還有一個情況是頗常見的 就是我們的胰島素分泌過多 當我們吃完飯後, 血糖會比較高 這是一個正常情況會出現的 我們的胰狀就會分泌一些胰島素 降回血糖, 去到正常範圍 但有些人放的胰島素 就製造得過多 多了 而引致到餐後低血糖 很典型, 這類型的病患者 他們的血糖低 是餐後兩小時左右出現的 不過這些, 它慢慢會調節到正確的位置 對, 還有我們會給一個建議 就是小吃多餐 還有不要一次過吃太多澱粉質過多的食物 至於糖尿病患者 又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情況呢 一般來說, 糖尿病患者 如果他接受的治療, 藥物 相對來說是過重 就會引致到低血糖症出現 其實醫治糖尿的藥物 是有幾個組別的 而有一兩個組別 特別容易引致到低血糖 包括黃鞍類的藥 又或者是胰島素 如果平時治療得很恰當 突然之間病人就忘了吃一頓飯 又或者吃飯的時間 和一頓和第二頓相隔久了 就容易出現低血糖的情況 也帶出一個重點就是病人 平時就真的要定時去吃飯 那我想問一下, 低血糖會有什麼症狀 低血糖會很肚餓, 會飆汗 視力可能會有點模糊 思維可能會受到影響 還有有時候會手震 當很嚴重的情況下 可以去到昏迷也可以 如果人長期處於低血糖的狀態 會有什麼影響 如果長期低血糖 其實我們的腦部不太喜歡 會影響到我們的思維 還有記憶、專注力 那些是可以影響, 尤其是老人家 這個低血糖 可能也會沒什麼糖分 但對於日常生活的影響有多大 其實可以很大 當我們血糖不足時 視乎有多嚴重 嚴重起來, 剛才說過, 可以昏迷 某些行業, 譬如司機, 駕駛長途車 低血糖的情況下 身邊又沒有甜食可以補充血糖 就容易出交通意外 即是會無緣無故開車, 暈眩 是 然後就有交通意外 沒錯 但是如果不是駕長途車 一個普通人, 日常會有什麼問題 嚴重起來是可以昏迷 譬如這些, 尤其是老人家 如果他們昏迷, 身邊又沒有人照顧 是可以很危險, 又可以跌斷骨 即是突然間在家裡 突然覺得低血糖就暈眩 完全是沒有先兆, 是不是這樣說 通常會有一個過程 不會突然之間暈眩 他會慢慢覺得有點神智不清 通常會有一個警惕 會做一些事情, 患者知道的 如果一旦出現這些症狀, 應該怎樣做呢 通常第一件事就是喝汽水 甜的飲品 立刻會被吸收 血糖立刻會高 或者果汁等類的東西 但是很重要的就是立刻要吃一點東西 讓食物可以在胃上慢慢消化 二、三十分鐘之後 都會保持你的血糖 會在正常範圍裡面 如果不是, 喝完糖水、喝完汽水 康復後 突然之間又再出現低血糖 但是為什麼糖尿病人士 他們自己長期處於低血糖 會自己不知道嗎 是的, 其實有些糖尿病的病人 譬如用胰島素 尤其是用胰島素治療的糖尿病患者 就是, 長期都是一個很正常的狀態 血糖在正常範圍裡面 當血糖低一點, 低於正常 它未必可以感覺到 這個其實很危險 因為它沒有一個警惕性 會知道馬上要吃點東西、喝點東西 變成它突然之間可以昏迷 這些, 尤其是老人家 它這個警惕性是隨著年紀會下降 再加上長期受到很緊密的治療 這個出現的機會是增加了 那患者在用藥的時候 有什麼要注意呢 患者在用藥的時候 就一定要跟隨醫生的指示 不論是口服藥 又或者是打胰島素 變成他們生活方式也要很規律 還有, 有時有些喜歡做運動的朋友 就需要特別注意 因為他們當你做運動的時候 你消耗的血糖是會額外多一點 如果是打胰島素的患者 舉例, 他們要行山 可能當天打的胰島素 可能要減少一點 否則, 都是用同樣的份量 他們的消耗多了 變成會容易出現低血糖的事故 而且他們的飲食要很規律 在這種情況之下 就會減低出現低血糖的事故 另外要提提的是酒精 打胰島素的糖尿病患者 再加上喝酒 如果喝多了的時候 也可以增加低血糖的風險 我想問現在有沒有一些新型的藥物 可以減低低血糖症的風險? 其實有的, 一些頗新的藥物 譬如SGLT2抑制劑 有幾種這類的藥物 是單單服用的時候 不會引致低血糖的事故 原理就是它將你的血糖降低 就是在腎裡排出去 不是直接刺激胰島素的分泌 在這種情況之下 血糖高了就會排出去 就不會出現低血糖的事故 但如果跟其他藥物配合一起用 那風險其實也是有的 但單用的時候 是不會出現低血糖的 我想問一下 醫生會根據什麼去開藥給患者? 其實每一個病人 都要做一個詳細的分析 看看適合用哪一類的藥物 一些肥胖, 其實我們很常見的 異形糖尿病病人 都是體重過高的人士 特別適合這藥物 因為它替你排糖 就等於排卡路里 有一個減磅的作用 除此之外, 它也可以幫助你的腎 保護著它有糖尿腎的併發症出現 減低這個風險 而且它也可以減低心衰缺的風險 所以這藥物不僅僅降血糖那麼簡單 還可以保護著心和腎 一些患有心衰缺的人士 即使沒有糖尿病 其實也可以用這個組別的藥 來幫助心臟 譬如長期服用這些藥物 其實有一個副作用嗎 其實副作用不多 但是病人需要知道的 就是平時要多點喝水 因為如果喝水不足的情況下 就容易出現尿導炎 醫生, 糖尿病患者 怎樣可以監測自己的血糖水平 檢查自己的血糖有兩個方法 第一, 第一是傳統的, 刺手指 這個方法也有點痛 還有牽涉到血液, 不太方便 這幾年裡出了一個新的感應器 可以趴在手臂上, 像五元銀那樣大 但那個是碰住的? 有一個膠管進去皮膚裡 可以檢查你的血糖有多高 還有你的手機可以下載一個應用程式 可以隨時知道自己的血糖有多高 也方便, 但那是哪個比較準確呢 準確性一定是血液直接檢查 是比較準確的 但是差別也不會很大 它趴在手臂上大致上是14至15天 例如你洗澡、睡覺也沒什麼影響 很方便 明白, 醫生, 我想請教一下 糖尿病患者可以怎樣避免出現低血糖 糖尿病患者如果想減低血糖的風險 就一定要根據醫生的指示 定時定後服藥 還有要有一個很規律的生活模式 定時定後用餐 如果要做運動的時候 就記得不可以兇肚 否則容易出現低血糖的事故 還有不要自己去買一些藥物服用 因為聽了朋友說, 或者看了一些告白 沒錯, 醫生說得很硬 千萬不要想出去買藥 對, 感謝陳醫生的詳細講解 如果大家有什麼疑問的話 記得問自己醫生或是專業人士